王浩大哥 刚刚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的 蓬佩奥公开演讲 同时间习近平事实上 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他的说法是 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在世界上 搞霸权霸凌霸道 你怎么看 当然了 中国自己在搞霸权主义 这个邓小平早就在联合国说了 中国如果要搞霸权主义的话 全世界人民也应该起来反对他们 那我想就关于海峡中线问题 多说几句历史 这个海峡中线这个概念 本质上是跟国共内战的历史有关系 特别是在韩战爆发以后 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第七舰队 来台湾海峡 实行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政策 那也就是把台湾海峡 他割了一条线 这条中线线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可以跨过这个中线 来进攻台湾 那台湾的国军也不可以跨过中线 去进攻中国大陆 从历史上来说 这条中线是这样形成的 当然了这个因为有金马的离岛 那么这条金马就并不是在台湾海峡中线的台湾这一边 那在两次金马危机的时候 当时中国解放军是猛烈炮击金马 当时美国只是用实际资源 特别是第二次金马危机 资源国军大炮来作为反击炮战 但是当时蒋介石曾经向美国明确提出 他希望派中国军的空军直接进入福建 把这个中共的炮兵阵地给炸毁 把中共的空军基地给炸毁 这个美国不同意 美国说你不可以主动去进入大陆进攻 但是你可以如果他们打炮 你也打炮打回去 这个可以 另外一个如果他的飞机越过中线 来打台湾或者是来骚扰的话 你可以反击 你可以追过去 那个叫做这个自卫反击 来这个追 自我防卫 自我防卫 然后这个追过去 如果他逃回去的话 你就可以追过去 所以这条线说穿的是美国人化的 这条线本质上是美国人化的 是所谓台海中立化 或者保持一个台海和平的一个实际的措施 他理论上来说 你既然他是为了防止海峡两岸的直接的军事冲突 那么大家都遵守这条中线 然后可以不要造成意外 那么他的整个目的是说 这个是让国军和解放军能够隔离开来 那当然了 这个如果解放军经常的突破中线 进入到台湾这一边来的话 那国军要有可以有权力 你飞过来我也可以飞过去嘛 你可以驱赶他 你可以不光是驱赶他 你也可以过海峡中线 一直驱赶他到这个福建那里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你先侵犯我 那我当然有权力驱赶你 我把你驱赶了 我不仅有驱赶的权力 我而且有追逐的权力 可以直接把你赶到 这个追逐到你这个老家去 因为你先来侵犯我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你怎么看这条中线 对于维持台湾现状 和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的重要性 如果中共今天公开已经公开宣称了 他不再承认这个中线了 也就是说他不再想要维持台海现状 也不想再维持台海和平的话 那国军当然要随时准备打仗 那就要随时准备今天晚上打仗 而且要随时准备 他如果过中线来的话 你要把他去除出去 而且你要追赶他 一直要把他逼到中共的这个老巢 给他赶回去 所以从严格的国际法的角度来讲 台湾海峡是公海 这个台湾的领海跟中国的领海 都是12海里 就是说你在自己的沿岸有12海里 所以你中线台湾海峡有100多公里 所以你两边各自12海里的话 中间80多公里 这个中间的不对 这个100多海里 对 减掉24海里的话 中间80公里的这个是国际公海 所以它的上空也是国际公海上空 所以两边飞来飞去是可以的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我们要这个海湾海峡的中线 是为了维持两边的海湾海峡的稳定 而所谓历史惯例设置的这条中线 好 那我请教你 蔡英文前两天有一个谈话 有一个关键话 昨天石板明夫在我节目录影 他做了一个模拟跟猜测跟推演 那回应的这句话是 蔡英文的原文是说 要决心跨出关键的一步 台湾要决心跨出关键的一步 你的猜测什么是台湾决心 踏出关键的一步 如果老共侵犯海峡中线 台湾的国军开火反击自我防卫 算不算关键的一步 这个问题主要看是 它实际上只是跨过中线 还是实际上进入台湾领空 这是有差别的 我刚才讲台湾海峡有100多公海里 那你跨过中线 你扰乱了 你违反了过去70年历史的 大家的维持台海和平的某种协议 然后你说你要破坏现状 你要这个破坏历史的一种实际的协议 那么当然你整个这个 双方的这个关系就严重升级 敌对关系严重升级 可是蔡英文讲了一个话 讲跟美国很听 他说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的一步 那你的观察 蔡英文的这个关键一步 包不包含军事上的关键一步 我自己对于这句话的讲法 我认为他主要是在讲 这个经济层面和外交层面的问题 经济层面 当然台湾要在整个 全球产业链的转变过程中 要踏出非常关键的一步 彻底的降低对于大陆经济的脱钩问题 要实现跟中国经济的脱钩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外交层面 台湾也要随时做好准备 如果发生一个很大的美国国际政策的调整 也就是美国推出联合国体系 整个另起炉灶的话 那台湾也要勇敢的加入到这个 美国领导的新的这个国际体系 阵营中间去 成为一个这个完全这个 平等的会员和成员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认为蔡英文的关键一步 是经济跟国际关系 就是说经济上关键一步 台湾要open 那这里头会有很多经贸的 这一个工坊跟谈判 跟全新的架构 好那经贸还相对容易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经贸大国 而且台湾的经贸 或者国际的竞争跟基础 都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经贸上的这一个决策 并没有那么的艰难 那另外一个是国际关系 你认为如果美国直接退出联合国 台湾立刻跟上 那这里头的立刻跟上 或者追步的调整 很有可能一方面 追上美国的脚步 另外一方面引来北京的反弹 对这个问题实际上 我觉得是两层不同的意义 从经贸上实际上 问题实际上也很严重 就是说如果中共对台湾 这么霸凌霸道 不断的军事威胁 清门踏户 破坏海峡中线 敌对关系上升的话 那台湾甚至有可能要考虑 对中共进行各种各样的贸易禁运 我干嘛要卖你晶片 你这些飞机飞过来 要不要用台湾的晶片 你的意思是说 以前是老共断我们路客 以后是台湾断老共的金帽 那不止金面 那个晶片 那个硕化原物料 很多东西也都依赖台湾 因为你的关键是 你来清门踏户用的这些飞机 你要不要用晶片 OK 对不对 你第一步先断了他飞机的这些晶片 对吧 你现在说老实话 大家就是 你如果是准备每天要来进攻的话 你要是天天要飞到台北上空来演习 随时准备来打的话 那当然你 大家就是要把这个战争状态升级嘛 那战争状态升级第一步 我就要进行武器禁运嘛 我就要进行围堵嘛 那围堵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禁运晶片嘛 就跟当年美国禁运日本石油 是一个概念嘛 对 美国为什么太平洋战争为什么爆发 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 美国为了制裁英国 制裁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 实行石油禁运 日本是一个没有石油的国家 美国实行了石油禁运 日本受不了了嘛 所以这个日本就发动太平洋战争嘛 那中国是一个没有晶片的国家 它这些飞机每天能够跑来台北 要来威胁台湾安全的话 能飞的一个关键点 它要有晶片 你就禁运它晶片 它怎么飞 对吧 所以你如果是中国要不断的 这个提升战争威胁 提升战争状态的话 那台湾就是要准备打仗啊 准备打仗的时候 你还卖武器给中国 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那就准备晶片啊 好我们稍后回来